第二節 以前看過的那道戲就是普羅米西斯 那個開場的時候 講了一群的太平洋人 去了一個星球 是落什麼呢? 落金屬碎片 如果我們在外星上 就是假如有一天去到 會不會有個風暴 是落著 例如鑽石呢? 例如一個這樣的情境呢? 這個呢 就 反過來講 如果你問有第二個星球 同樣是落這個H2O的雨 我反而覺得 更稀奇一點 就是你看看很多星球的大氣 其實很主要其實不會是水的 就是它能夠炒起什麼 掉下來呢? 很視乎它的地面和大氣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們看到呢 火星是會下雨的 而且帶它下的雨呢 就是構成它大氣最主要的部份 就是二氧化碳 所以火星下的那種雨呢 是乾冰來的 而且很多時候那些乾冰下來呢 就是呢 它可能還沒落到地面就已經有蒸發了 又會這樣的 我們很久以前有講過類似的東西 另外 如果你說在金星那些大氣這麼濃厚 它裡面又會下雪 不是下雪 就是下一些液體的東西 又不奇怪的 我們甚至乎有人會懷疑就是說 金星的大氣這麼多流酸 可能下流酸魚的 但是同時間就是因為金星的地面又是這麼熱的時候 可能就算它是在大氣裡面 從高一點的位置下到低一點的位置 還沒碰到地面 它裡面的氣體蒸發了 那裡面下的什麼東西呢 是視乎它大氣有些什麼東西 如果你說 好像普羅偉修師說要下金層 我覺得是困難的 困難的東西是什麼呢 你要找到一個普通的行星 它要整顆東西都是很多重元素在這裡 你要知道 如果那個行星形成的時候 一定是重元素沉了底 輕的元素浮了面子 就像我們的地球那樣 那你在大氣裡面不是那些淡氣 氧氣 水氣 甚至乎二氧化碳 隔圓這些東西 你不會預期有些重金屬的東西去到大氣裡 因為重金屬重 通常是傾向沉的 黏在地上 甚至乎在整個地球形成的時候 主要地球的核心是一塊大鐵來的 就是你很難想像到一個地方去下一些鐵雨 或是下一些鐵鏽給你看的 除非你是很銳意地去封了很多的這些東西上去 那火星有可能的 那你是靠火星地面上面 因為火星有很多鐵鏽在地面上 它吹起了 炒起了 下回來這樣 那其實那些東西像風沙 也會像下雨 如果你問我 那有沒有可能在大氣上面 一直去下一些不是H2O的東西呢 那我就覺得一些都不稀奇的 那現在其實呢 有這一節值得大家說的 就是說 原來在科研小說裡面 就算說到是下鑽石雨這件事 不是真的那麼不可能的 現在就在說可能在天王星 海王星 這些這樣的星呢 本身裡面就會下一些好像鑽石雨那樣的東西的了 但是剛才你說了嘛 就是 重的東西就會墜在底 輕的東西就會發明 那鑽石重不重呢? 鑽石不算重的 那當然你如果結成了整顆 固體的整顆冰雹地凸凸下來 那些就叫做重了 但是你說如果說的一小堆 只有那幾顆的碳組成的一個鑽石結構呢 就比起其它金屬一定是輕很多的 因為碳本身就是一樣 其實算輕的元素來的 就是你由元素周期表 叫做氫害李皮棚 碳淡養乎乎乃 是不是? 碳其實比起氫和氫都還要輕 所以由碳 如果由最基本碳結成的東西 就輕過由最基本氫結成的東西 所以其實你說 如果大氣度多碳有什麼那麼奇怪呢? 就是我們的地球很不幸在大氣 也會積聚越來越多的氧化碳在我們的大氣度 另外甲氧是一些積沼氣 CH4 其實都是很輕的東西 它甚至乎都是會比我們普通的氧氣分子 氮氣分子 氮氣分子 所以其實就是說 有些碳的成份 在這個大氣度是不奇怪的 只不過我們習慣看到鑽石 通常是固體一粒的東西 在地面上我們很難想像到它怎麼是 就是用下雨的形式呈現下來 鑽石在地球要挖的嘛 是的 其實就是因為它 這個又要接著它說 究竟在那個天空上面 我們會不會有些地方 有些機制是方便這些鑽石去形成的呢? 我們的地球就是靠著我們的高溫和高壓 將這些碳壓到出到鑽石結構出來 就是關鍵就是要有高溫高壓在這裡 而我們地球本身的大氣壓就沒有足夠的壓力 去有利於這個鑽石去形成的 如果說在地球表面和大氣那裡 我們很多時候要弄這些 就算你說弄碳碎的那些 你都是要用到一些高溫高壓的系統在這裡的 當然現在有些新的科技 你可以慢慢去鋪上去 但是你的客觀環境也要有一個很獨特的條件 這件事就要在實驗室特意做出來 就不是說地球自然環境就可以有了 即是說碳這件事 簡單來說 你想去結成什麽的結構呢? 是很視乎你給一個什麽的客觀物理條件給它 在有些條件之下它就變成石墨 沒有那麽高壓的情況之下 就好像那些鉛筆的筆芯、石墨 普通的碳和燒碳那些碳 那些就沒有經過很高壓去處理的那些東西 在很高溫高壓的情況之下 就比較出鑽石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為好像我們的水 你把那堆水放在高溫的地方 它就喜歡用水蒸氣的形式來它存在 你把那堆水放在零度以下的地方 和一個大器物的地方 你是否喜歡用冰的情況存在 其實究竟什麽才是那樣份子的正常狀態 是很視乎你外在環境是給什麽 而在地球表面這個環境 是不太有利於碳熱鑽石形式去結成晶體的 反而去到地底會好一些 是不是? 但是在那些天王星、海王星 它們是大顆地球很多 它們的氣壓可能外面不是很高 但是你越往一入 它那個氣壓就可以很高 甚至乎是遠遠高過我們地球 想像都不起 而且在這些星裡面 它不一定有地殼的 它不一定有一個硬正的殼的 那原因很簡單 就是本身它們就是密度比較低的東西去組成 大部份上面是氫 但是你足夠多的氫集在一起 去到它們的大氣比較入的位置 裡面的氣壓一樣可以是很高很高的 甚至乎我們講到就是說 會不會在木星的核心裡面呢 是直接有matteric hydrogen 是將那些氫氣高壓 壓實到的地步 呈現到好像一種金屬晶體的排列 就是我們在想一些這樣的東西 越是在這些 那些類木行星 就是那些在火星以外的那些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這些以一些比較輕的元素為主 但是體積很大 密度很低的這些行星裡面呢 往往就會出現一些極高氣壓的條件在那裡 於是裡面就可能是很輕易就令到碳很喜歡用那些鑽石結構去形成 那好了 講了那麼多可能 實際上我們有沒有辦法去證實呢 很不幸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去走進去這些天王星 海王星裡面 那裡去證實的 因為扔了一塊兒氣下去就壓爛了 也都出不回來 也都射不到一個訊號出來 因為太多氣體包容了 但是可喜的就是說 我們可以嘗試用我們地球實驗室條件去模擬一下 在這些天王星 海王星的大氣裡面發生什麼事 我們知道它大氣成分很多的碳 很多的氫和氧 在上面 然後我們發覺將這些碳氫氧 很多時候是碳氫化合物 它們就會形成到很多一些 就是那些叫做聚月烯的那些這樣的分子在那裡 它不一定是完全聚到 如果說聚月烯 你想起塑膠了 想起我們平時吃東西的那些包裝袋 這些的塑膠 那些密度不是很高的那些 如果你將那些月烯去聚合到整個很複合的聚合物 那其實就是一塊的膠 但是當然在這個星球上面 就沒有那麼大型的工廠做那麼大的一塊的膠 但是這些這樣的氫啊 碳啊這些 很容易就會聚合成為一些月烯 有一部分就會聚合在一起 所以很多零零碎碎的聚月烯在那裡 所以在它們的大氣裡面呢 其實首先就是說 它們其實很容易就是在天王星 海王星的大氣裡 是找到這些月烯的 對於地球來說它是一個燃料 也都在它做塑膠的原料 那好了 和鑽石有什麼關係呢 那它這個大氣呢 有氣象 有氣象 比如說的是什麼呢 它可能會出現了行為閃電 我們也觀察過它們可以有行為閃電 木星土星那些我們看到它們上面有它們的氣候 在這些那麼強的電的反應之下 這些充斥著在大氣裡面這些月烯可以怎樣呢 最後發覺我們原來電一下電一下 在這個實驗環境裡面我們看到 是出現了很多裡面是有鑽石結構的東西在那裡 鑽石結構的東西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比較乾淨的 只有一些碳 以一個鑽石的那種這樣的化學排列形成 當然有時候會有很多雜質在外面 可能有黏著一些穴器 黏著一些氧 黏著一些氫 黏著一些東西 然後很零碎 很不整齊 那個範圍不是很大 但是我們發覺原來在地球的實驗室裡面 我們可以透過模仿這些這樣的大氣裡面的成分 模仿裡面的大氣的條件 重複它的時候 我們看到裡面的 是有一些其中的碎片是有些鑽石結構的東西 而且都很容易去測量不了 於是我們就說 這些東西結成了之後 又一路跌下來 就好像一路 有時候如果結得夠大 夠重的話 它就跌下去 向著那個星球的核心那裡跌下去 就好像一種在大氣裡形成 跌下去他們那個所謂的 我不會說跌下去他們的地面 因為他們沒有地面 就跌下去他們核心的那些情況會出現 我們就說 這些就是他們下的魚了 裡面的東西是鑽石結構的 他們就下鑽石的魚了 我們就這樣說 但是他們這個所謂的鑽石結構 和我們在地球見的那些不是那麼純正的 我就只能說 你不會說 整顆可以被你挖礦 挖出來 在石頭挖出來 就是它說的就是可能只不過是怎樣 好像那個納米薄膜那些那麼小的 是一個分子層面的一粒粒的東西 裡面可能是 我這裏給的數字 幾十粒幾百粒的碳 相對地比較整齊地用鑽石結構排列 就是這樣 那個尺度是很小很小的 但是也夠了 因為你說就算在地球上下雨 什麼為之下雨呢 是不是一定會結到我們整顆 睹到我眼鏡濕到有一滴 看到石叫下雨呢 不是的 有些基本上是 你看到它有一個水分子結在一起 已經結了下來 其實已經是下雨來的了 就是雨點有大粒細粒 它大粒還是細粒 就看它後來有沒有辦法 它自己黏在細粒變大粒而已 但是這些這樣的鑽石就沒有什麼條件 懂得自己去結一大粒的了 因為它們之間形成了之後 沒有一個很特定的表面的張力 吸引力來把它們黏在一起 它們最多可能靠一些靜電 就像一堆塵一樣黏在一起 一堆塵一樣黏在一起 就不會結成那粒更大的鑽石 但是裡面很容易就拿去那個 分析研裡就會看到裡面是有鑽石結構的 但是也都參加了很多其它化學物的建構在裡面 是啊 所以大家不要想著去那個地方 就是採集轉就是回來我們 還有沒有那麼好處的 沒有那麼好處的 好了 這次林杰米以前都講講 中國方面很銳意在雨球探測 最近是有一個常鑼石的出現 這個其實值得說的 因為台長你講開我才能留意得到 叫做常鑼石就是因為中國 他常鑼的任務拿到自己的月球的礦物的樣本 然後他就分析 分析就有發現 然後發現到一種 我不記得是主體的磷酸液結構 就是在先前美國和蘇聯 這些這樣的發現裡面 就沒有發現過的 就是說有一種在月亮上面的礦物 以前就去找 但是現在就由中國大陸 首先去發現一種在月球上面的礦物 那顆礦物是很小很小的 他原來是說的是十個micron 十個micron是什麼意思呢 基本上就是頭髮 頭髮差不多粗 你一眼勉強可以看到的東西 他就放在顯微鏡裡面 看到那顆東西的結構 以及將它放在X光的散射 X光散射分析 這種X光散射技術已經發展了好幾十年 就是專門去看晶體結構的技術 看到這種磷酸液結構 我都會覺得這個都是幾 就是由中國自己的任務 變成一個很獨有的發現 豐富了我們對月亮的知識 這個就是 但是這個有多罕有 我就會這麼說 這些東西不是說在月亮私有 我就會說不是 就是你在地球上面找到很多 但是你要在月亮圖旁邊 找到月亮都有 是不是 我會說的 始終你就是越知道 上面多一些的東西 對於我們對月亮的資源掌握 也會更加多 那會不會 我這裏就無可估計 就是會不會這個知識 可以將來導致到我們的登月計劃 或者在月球上設置一個基地 會有一個更加重要的貢獻呢 那這個我自己具體都不清楚 因為首先就是因為我自己 不是很熟悉的構思 以及它的用途 但是很快我們會看到 似乎就是人類去嘗試去月亮 那裏建立基地 似乎就不是那麼天馬行空了 尤其是我們第一次說的 那些 Artemis這些任務 就是開始的時候 那會不會說在20年來 就是以前我們建太空站呢 現在會不會嘗試建月球站呢 那這個就要放到比較長遠的時間去看了 但是我覺得事在必行的了 就是你雖然它那個宣傳好像60元多 那麼厲害 但是你看它擺的資源 還有它還要派人上去 這個是一定要做的 是的 剛才看那個常樂石 就後面有一個圖片 相當的精緻 是 漂亮的 就是這個發現是挺值得放的 好了 我們下一次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拜託